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0年11月7日星期六 随着这个美国的大选出现了这个结果呀 大家呢可能就不再关注其他的那些州都是投票什么情况了 大家都在谈论这个Joe Biden的获胜以及川普的失败 那我看到有一种说法呢,台湾有一些无耻的人就说呢 说如果说台湾是美国的第51个州的话呢 那川普就不至于失败 这叫什么话呀 如果台湾是美国的第51个州的话 他会有多少席位啊 这个呢我们就不去说他了哈 咱们就说台湾哈,你不用成为他的第51个州 台湾在美国也有很多人啊 如果你在网上查一下,你说华人美国大选当选 华人美国当选的话呢,真的是没有华人当选呢 你别说是联邦这个层次上的 就是州的呀,城市的呀,几乎都没有 我能看到呢,有华人当选市长 今年有一个华人是一个台湾的后裔哈 他竞选总统来着哈 这倒是挺可嘉的 那华人呢,在美国就很少有人参与政治了 就很少很少 华人呢,也不慎团结 华人呢,在美国就很少参与政治了 大陆人呢,在美国其实人数也不少了 但是呢,大陆人很少参与政治,参与竞选的 但是呢,这也是一个好事 大陆人对政治感兴趣,参与政治的那些呢 多数都是一些汉奸,不起什么好作用 就像余茂春那样的无耻之流 那种汉奸,对吧,有什么用啊 还有什么杨建立啊,天天牛叉哄哄的 好像觉得那什么,一天到晚的 就想把中国搞垮 什么人呢 那不说他呢,我今天想说一个呢 就是在拜登的这个胜选当中啊 有一股力量是不可小觑的 他们是什么呢,他们就是穆斯林 我发现这个穆斯林呢 虽然说他分布在各个不同的国家 但是呢,他们很抱团 相当的团结 那他们自从这个川普上任之后呢 川普刚一上任 他就试图呢,要禁这个穆斯林 在2017年的时候呢 连续推出来了三个总统行政令 这三个总统行政令都是试图要禁穆斯林的 但是这三个总统令呢 都被民主党给拦下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一次穆斯林在周拜登的竞选活动当中呢 他起到了很大的一个作用 他们是周拜登这次胜选的一个生力军呢 他们不光是帮助周拜登投这个周拜登的票 他们自己去竞选议员呢 我看到有统计 说呢,有over50个穆斯林的竞选人 赢得了美国的这个选举 但是这里面呢,他们赢得的都是州层次的 州或者是城市的那个立法会 不是联邦的 那联邦呢,现在他们还有一个说法 就是这个川普退出来 川普说,穆斯林不能当选为他们的联邦议员 不能进入他们的议会来立法 其最重要的原因呢 说我们这个当选的呢,都要按着这个Bible 按着圣经发誓的 你得按着我们的圣经发誓 说你们穆斯林不可能按着我们的圣经来发誓 这个呢,曾经被CNN的一个主持人在节目里面呢 他就质问一个参议员 说你这个说法呢,根本就不对的 你知道不知道 说你按着这个圣经宣誓呢,不是必须的 然后那个参议员呢,竟然还说什么 是的,是必须的 我已经都发过三次誓了 我都是按着这个圣经发誓的 每一个当选的都要按着圣经发誓的 然后CNN那位主持人就纠正他说 他说你知道不知道 我们的宪法里面并没有说你必须得按着圣经 必须得按着基督教的圣经来发誓的 你按着什么都行 你只要发誓 然后那个议员呢,是目瞪口呆 然后半天说不出话来 但是呢,仍然在那摇头晃脑 仍然是不接受 仍然是说这个穆斯林呢 就不能让他成为美国的这个议员 美国呢,也确实是对穆斯林 一直以来呢,就特别的排斥的 还记得欧巴马那会儿参选总统的时候呢 有的人就提出来说 欧巴马他是一个穆斯林 说他小的时候呢,他妈妈领着他在马来西亚吧 还是印度尼西亚啊 就那个穆斯林的国家 他妈妈领着他在穆斯林的国家 说他已经成为了一个穆斯林 结果后来呢,欧巴马说他不是 他不是穆斯林 他就是一个基督教徒吧 或者天主教徒 反正他不是穆斯林 就是说他们并没有说 穆斯林也可以啊 并没有提出来这样的反驳 而是在辩护说他不是穆斯林 就是说美国呢 是本来他们就是很反对这个穆斯林的 封锁这个穆斯林的 那现在我看到呢 今年他们有这么多穆斯林呢 他当选为他们州的立法会 或者他市的立法会有50位之多 这么多 就是说呢 他们不仅仅是投周拜登的票的 为什么说周拜登的胜选 是穆斯林给他做了很大的贡献 我在网上看哈 他们穆斯林呢 有多么的抱团啊 他们在去年的9月份的时候 他们就出了一个美国大选指南 去年9月份的时候 这个指南呢 就在他们穆斯林的群体当中呢 就流传 如果你想去竞选的话呢 那你应该怎么做 如果你要投票的话 你应该怎么做 你作为一个美国公民的话 在美国的这次大选当中 你应该怎么做 他们从去年的9月份就搞了这个的 结果呢 今年就帮助这个周拜登就赢得了大选 有的人说 哇 跟穆斯林有什么关系 我告诉你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哈 我也是看他们穆斯林写的 穆斯林说 比如说这个密西根 密西根在上一届的时候呢 川普呀 显胜希拉里 显胜 什么是显胜呢 他显胜了百分之零点二三 只赢了他10704票 结果今年呢 今年这个周拜登呢 就赢了他百分之二点一 赢了他14万7897票 其中你知道吗 在密西根 他们穆斯林呢 以前没有出来投票 现在呢 穆斯林在密西根 他增加了多少票呢 增加了八万一千多票 你想想看 周拜登现在领先了 这个14万 其中呢 就有八万多是穆斯林 你说穆斯林 他们所起的作用大不大 真的是很大的 那在其他的州 是什么情况呢 我就不清楚了 我也用不着去做 更多的这个research 因为呢 我也不是说去 为穆斯林摇旗呐喊 我想说的是什么呢 我想说呢 就是这个事实 我就让大家知道 这个事实 有的人说 哎呀 你为什么要为他们说话 其实我也不见得 为他们说话 那你人活在世上 你光是知道一点 你喜欢的事吗 那些不喜欢的事 你是不是也应该知道 知道啊 或者你想知道 你想知道 你就来看我那视频 如果你不想知道 你就别看了呗 对不对 然后你不能说 让韩梅光说你想听的 那还有好多网友 还想听呢 对不对 还想长这个知识呢 就是这样 这是一个知识啊 美国一个大选 你说我做一个华裔 我做一个加拿大人 我能有什么目的啊 对不对 就是呢 像我这样呢 主要是个吃瓜群众 也起不了个什么作用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的视频 他们穆斯林也不看 我想说的呢 就是大家了解一下 就是穆斯林呢 在这一次呢 挺起作用的 这是一个 另外他们很团结 另外呢 他们你看 他们已经进军了 他们的政治领域里面了 但是我们华人真的是 相形见处啊 我们华人第一不团结 第二呢 不起作用 不起作用 光会看热闹 有的时候呢 那我们的权利呢 就不会得到保障吧 没有为你去主张你的权利 没有人去帮助你 来主张你的权利 但是华人可能也没有什么权利吧 有权利的就是那些汉奸了 对吧 那些汉奸 那些法轮功就指望李洪志了 那些蚂蚁们就指望郭文贵了 对吧 他们就依靠他们就行了 然后那些海外民运呢 就指望那个余茂春就行了 对吧 这就是中国人了 但是呢 我告诉大家哈 美国是这些状况 不代表全世界华人全是这些状况 如果你看加拿大的选举的话呢 华人的参与还可以 华人呢 在加拿大的国会里面 我查了一下 有七位华人议员 比美国要强多了 而且加拿大呢 竞选的时候呢 华人还蛮团结的 凡是本区 如果有华人出来竞选的话呢 基本上华人就投他的票的 是这样的 美国我们管不了 作为我来说我管不了 美国呢 如果参与的话呢 华人参与也不是啥好事 不是轮子就是蕴子 不是蕴子就是蚂蚁 都不是什么好人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